龚小兵的两大法宝 徐厂所用都不用 离下课也是不远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九点局 九点局咱们聊久一点 希望大家能在视频下方 给我点个赞和关注 好了咱们赢归正转 本赛季开局阶段 山东大篮的表现还是有板有眼 但是并不能说太好 只能说是一板 在龚小兵直教的时候 这支球队可是四枪球队 但是徐厂所上任之后 球队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最大的改变就是用人问题 但这可能跟主教练的 执教风格有关 如今山东大篮非常质疑 徐厂所的用人问题 其中龚小兵直教的两大核心球员 如今都遭到了徐厂所的弃友 而其中最可怜的就是马欣欣 在长度一赛的无偿比赛中 马欣欣一直都没能够得到上海的机会 而如今 焦海勇因为在比赛中受张 马欣欣也将迎来上位的机会 特别的他刚刚走上了山东大来的一线位置 这名球员曾经是国庆的内线 如今有机会展示他的前提 马欣欣曾经是山东青年队的主力成员 而且参加过COBA 是一名希望之兄 他的身高2米09 体重110强克 不过他的能力真的没有焦海中强吗 要知道在上个赛期 山东大来就想把马欣欣拉过来 龚小兵也是盼了很久 希望他能够加入山东大来 如今可算是把他盼到了 但是前五场的比赛中 他却没有机会上场 也让他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 而另外一位球员就是王汝侯 他当年是龚小兵时代的球队队长 但是如今也是被弃用 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 连队长都被弃用 徐长笋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在全运会的时候 王汝侯可是在单场比赛 卡下了19分 六个篮板是绝对的队内核心 而且他在CBA已经打了9个赛季了 球队的地位并不低 但是他在最近几年赚的钱 也只是能够维持日常的生活 而且现在已经是31岁了 他打球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赚钱 所以说在球场上 只要让他上场 他就会非常的拼 而徐长笋的气氧王汝侯更不应该 那么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